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自己找工作都难 他不相信自己的档案会遗失 所以不管多少年他都没有放弃 终于在28年后 这件事情的真相慢慢浮出了水面 一次和朋友聊天时说到 认识一个叫王天平的人 现在在濮阳市的石化公司工作 这家石化公司王天平认识 距离老家大概70多公里 短短一句话 境外揭开了隐藏30年的悬案 原来冒充他身份不是别人 而是名字跟他只有一字之差的堂弟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退伍军人名叫王天平 已970年 出生在河南省长远的一个农村民 父母感情不好 母亲34岁那年离了婚 但因为条件有限 选择了离婚不离家 带着五个年幼的孩子艰难生活 在那个年代里 当兵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 也让家里人脸上都有光 王天平为了减轻母亲负担 也为了让母亲脸上有光 在16岁那年就报名参军 在他参军的第二年 大型案里发生特大森林火灾 这场火灾在全国引起轰动 大火持续了整整28天 有260余人严重烧伤 200多人葬身在这场大火里 前往救火的军人和消防员 共有5万余人 他们不顾自身安危 在火光中救出一个又一个人 为了不让大火继续蔓延 他们全力扑就火灾 连续奋战了28个日日夜夜 而当时王天平也在其中 他在部队里服役了三年多 按照当时的政策 退伍转业虽然不包分配工作 但是只要有当案 大多数工作单位还是很愿意接收的 他退伍后在外打工时 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机会 但对方需要他提交退役军人 当和相关证件材料 所以便出现了开头的纳因 他去民政所调取档案 但经过多方查找 工作人员依然告知没有他的档案 因此与找好的工作失之交臂 但他仍旧不相信档案这么重要的东西 怎么能说没就没呢 这不可能啊 所以他就一直在找 二十多年里从未放弃过 为此他投入了不少金钱精力 却依旧没有任何消息 后来他只能一边寻找档案 一边留意工作 许多单位听说他是退伍老兵 都纷纷表示欢迎 但因为他拿不出档案 以为他是胡说的便都拒绝了他 无奈之下 王天平只能去工地上找一份利器活 毕竟还要养家糊口 工地上的活除了类以外还很危险 王天平要在高高的架子上 进行搭板工作 每天大约三块钱左右 最高能拿到五块 王天平始终想着档案找到的话 可以找一份安全点的工作 于是他在建筑工地干活的时候 一直没有停止找寻自己的档案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二十八年 后来王天平认识了一个姑娘 对方看上了他的踏实肯干 两人很快结尾夫妻 有了自己的孩子 为了能让家人过得好一点 他想尽办法去挣钱 当过店员 卖过桶庄 也在菜市场里卖过菜 一直四处奔波 什么赚钱干什么 当时他赚的钱仅仅只能养活自己 他不忍心看妻儿跟自己受苦 于是便开启了大货车 他每天全国各地四处奔波 遇到特殊情况 可能一两个月都回不了家 夫妻两句少离多经常吵架 后来 两人的婚姻生活仅仅维持了十余命 最终妻子提出了离婚 还带走了两个孩子 王天平想不明白 自己只是想辛苦赚钱养将 怎么这个家就先散了 这几年的时间里 王天平在工作上频频遭受打击 再加上两人的离婚 更让他怀疑自己 一直咬牙坚持的王天平 终于在这一刻被压垮 甚至一度想要轻生 他总是用酒精麻痹自己 每当喝的醉眼朦朦时 他就会想如果当初自己的当案没有丢失 那是不是就能有一个好工作 是不是就能给家人一个更好的生活 他的人生是不是会不同 长此以往 王天平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他曾多次有自杀的想法 但每每看到自己八十岁的母亲 就只能咽下所有苦楚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在2018年10月的一天 王天平将这三十年的心事 告诉了自己的姐姐 他的姐姐和姐夫知道这件事情后 都很是惊讶 这么重要的档案怎么会找不到 王天平的姐姐拉着王天平 再次来到了民政所 民政所工作人员说 没有他的档案 让他们去县民政所查看 当几人来到县民政所以后 那里的工作人员 又让他们去县民政所查看 两方的工作人员来回推诿 王天平的姐姐任无可忍 便在民政所表明态度 今天你们要是不让我们查档案 我们就在这儿不走了 工作人员听完后十分无奈 只能让他们查询资料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 但查询结果却显示 在退一个月内 便被本人领走了 王天平知道后十分惊讶 这个领走档案的人是谁 他被冒名顶替了 这是王天平突然想起 朋友说他们公司也有一个 叫王天平的人 会不会就是这个人冒领了自己的档案 一想到这个可能 王天平就坐不住了 他决定亲自去看一看 2018年11月的一天 王天平和姐姐姐夫一起驱车 赶到了离老家七十多公里外的 中石化浦阳中原油田天然气产销场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个所谓的王天平竟然是 自己的堂弟王璀平 而王天平还向他的堂弟 打听过他们单位里 有没有叫王天平的 王翠平都是肯定的回答到没有 王天平看到堂弟王翠平后 激动的问道 你不是叫王翠平吗 什么时候叫王天平呢 王翠平气急败坏的说道 你胡说什么呀 我就是王天平 只是和你同名同姓而已 我不认识你 看着眼神闪躲的王翠平 王天平气得战红了脸 28年他找了自己的档案整整28年 他做梦也没想到 居然是自己的堂弟 冒令了他的档案 王天平心中波澜起腹 他这些年这么辛苦受尽炒口 但顶替自己的人 却在国企单位找了个如此体面的工作 王翠平见事情已经败露 在众人的一番逼问下 便把事情的真相给说了出来 原来在王天平退伍后一个月内 他便冒充王天平却领走了档案 在那个个人信息不完善的勇敢 王翠平找熟人说了些瞎话 便把档案拿走了 王天平得知真相后十分心寒 他没想坑害自己的 竟是自己的亲人 王翠平心虚的不得了 就说补偿给他三万块钱 王天平为人善良 一开始还想着 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堂弟 如果对方能够承携毁锅的话 他可以原谅 可如今听到王翠平毫无诚意的道歉 已经明显就是敷衍了事的赔偿 王天平十分生气 对王翠平说 你盗取了别人的档案和荣誉 顶着别人的名字 干着稳定的工作 过了近三十年的体面生活 我不止失去了工作机会 现在还弄得妻离子散 结果只值个两三万块钱 对于王天平来说 堂弟的态度对他来说是一种侮辱 气愤的王天平说 我们法庭上见吧 2019年 王天平聘请律师 此时就此颁上法庭 但由于证据不足 根本就立不了案 后来在律师的帮助下 王天平在网上发布了战友联署请愿书 随着事情在网络上的不断发酵 各大新闻媒体 开始报道王翠平报名顶贴的故事 引起了长元市政府的重视 2019年12月15日 长元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称 会对此事彻查到底 对违纪违规违法者严肃追究 绝不姑息 功夫不负有限 2021年9月20日 王天平的律师告诉王天平 你被认定为受害人了 这些案件已经变更为起诉 王天平终于找回了公道 已是的档案也找回来了 但错失的人生却已经找不回来了 希望每一个退伍军人 都能够享受到应有的福利和待遇 更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再重溺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